寡人是私道世子的儿子 向世人显示 对费为庶人的父亲之爱 朝鲜第二十二代王郑祖 郑祖将父亲的陵墓 迁到朝鲜当时最好的宝地水源 规划出百姓可以居住的新城 世界第一座规划城市 怀抱大王的梦想 水源华城 1792年 郑祖召见识学者丁若雍 讨论新的建成计划 为此丁若雍学习了中国兵书和西洋科学知识 修改朝鲜城郭的部族 研究出新城郭 同时兼用居民区的议程 和军事防御的山城 新城郭 华城 1794年2月 水源华城工程开始 长5.74公里 高4到6米的城墙 预计10年的工程 只用了五分之一的时间 28个月就完工了 短时间内建成坚固城墙的秘诀是 丁若雍开发的举重机 滑车 游横车 当时最先进的机械 特别是举重机 可以用24公斤的力量 提升15吨的重物 工程动用的人力 费用和时间大大减少 完工的水源华城 形态独特不同于以往城郭 就地取材 混合使用抹面的石砖和石头 让城墙更坚固 依靠自然地形 设置多种炮口 枪口 望楼 不仅如此 还有各种消防设施 不仅军事用途强大 也是宜居的新城市 此后 经历日地强战时期 和韩国战争的惨烈战争 水源华城 大面积毁损 失去了昔日的辉煌 建成计划详细报告书 华城城域移轨 保存完整 复原了非常接近原型的城墙 报告书详细记载了 工程所用材料和用途 工程人员信息 支付薪金的计算等 华城建成的全部信息 华城城域移轨的记录和复原 得到认证 水源华城 1997年进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路 怀着对父亲 私道世子的孝心 实施王道政治 扫除党政的正组 梦想和报复的寄托 水源华城 世界首屈一指的文化遗产 到今天也被世界所喜爱 优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